大家午安,主席麻煩一下比照招委的规格 请四位上来 国防部、法务部、司法院、内政部 晚辈跟前辈学习 我的待会儿 先请问一下国防部好了 我也好 因为我在看到排到这个议程的时候我有问 请问一下这个法律就是所谓的回复权利 见识其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 假设我们今天委员会照张家运委员的 或者是刘建国委员的任何一个版本 或修正后的版本通过 请问哪一个单位是主管机关 你国防部将来会是主管机关吗 没有我们这个里面这几个法都不是我们主管 我们只被行政员指定管补偿基金会 所以你们是管补偿基金会 不是管回复权利的 几个法都不是我们在管 好好那谢谢请回 法务部你是主管机关吗 呃委员委员好 这个跟委员报告 其实这个法律都不是法务部所所吵你的 这个是都是委员所言你的 所以目前为止 如果我们本委员会通过了 有可能你也不是主管机关 不是主管机关 好那司法院来来来来 司法院你是主管机关吗 绝对不是嘛 如果按照那个委员所提的有一部分的财产是要申请法院花还 对如果看到文字 第四条如果是不动产不会是你发还吗 他是要申请法案裁定花还 如果是申请但只有是说要申请裁定的时候你才是吗 那如果要请你编预算你算不算主管机关 会不会轮到你 这一份的便利算 那你要审查会不会是你 人民要申请会不会是跟你申请 除了所谓的申请发还部分的没收财产的部分 那如果是说要先从那个再审的这个规定去的话 可能就是会有金氏审判机关 我知道如果走法定程序才会轮到你啦 对对 好最后内政部 那你是不是这一条的主管机关 呃报告委员 呃因为内政部如果说 以我们主管土地登记移转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要不要发还什么的 他的一个认定不是内政部的一个权责 所以你就是被动配合嘛 对不对 是是 是哦 那招伟啊 那我这个法律我接下来我要问谁啊 就是主管机关看起来不清楚 我们是不是应该层级更高一点 找行政院秘书长来问啊 真是 诶没关系 好那我们我们就请留那个 先留那个司法院好了 好那那个还有国防部 那么防部的部分先请回 还有那个内政部的先请回 我想问一下国防部哦 那个等一下再由司法院来补充哦 就第四条如果按照两位委员哦 如果按照刘建国委员的版本啊 它里面有一个啊 说我们如果今天是因为内乱万换罪 受军事审法院的审判哦 被没收财产可以请求发还嘛 被没收财产 那看一下这个数据哦 它是只要是受军事法院审判 被没收财产 大概都可以请求了 那请问你们手上有数据 到底我们目前 有多少人因为所谓的内乱万换罪 受军事审判而被没收财产吗 手上有资料吗 我们也是资料吗 我们在审查的时候 总要知道嘛 我们将来适用的对象 有可能如果采取 刘建国委员版本 我们现在从基金会里面所得到的资料 他申请关于不动产部分 有一百三十二件 一百三十二件 一百三十二件 所以 中间准了十件 对 补偿费一千六百五十万 但是这些也只是代表说 他曾经有这样的适用来申请补偿的嘛 对不对 不太能确定说 他会不会是因为不满意 可能我们原来政府编列的补偿的金额 或者是他觉得这件事情 他不想要处理 或是他不知道的 这些有可能都不在此线嘛 我们现在那个资料里面说 那个基金会里面拿到的资料 那么在当年受裁判 同时有宣告财产没收的 总共有一千两百二十五件 一千两百二十五件 但是其中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 有六百五十七件 是 他那个财产都 没有财产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受军事审判 都有被没收财产 然后也不是被 宣告没收财产 也全部都有被没收财产吗 对不对 好 那我问一下 就是 如果说 因为我看一下张家俊 就是委员 他的文字里面 其实是限缩的 他的文字限缩里面是说 那被没收财产的部分 在未取得补偿 也没有到基金会去申请补偿的 那人数又有多少位 我看起来张家俊 委员的范围比较窄哦 嘿 他那个没有去申请的 我们不知道 他申请的 我刚刚跟伯原报一百三十二件 他怎么申请的 一百三十二件 另外一 另外一百二十二件 为什么没有给他呢 他是什么 他是申请被驳回 没有给嘛 对不对 但是对于没有 就是被 如果是被没收财产 没有取得补偿的 你们有没有数据啊 不晓得 不晓得 他如果不来申请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 不晓得 那司法院我想问一下 按照我们现在的没收财产的 法院的一个执行后续哦 到底我们能不能知道说 如果你被被没收财产了之后 再照大文艺解释啊 他要再去计算 如果张家俊委的文字里面 被没收财产 然后又没有取得补偿 这些人才可以请求发还 这些没收财产 那我到底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我可以知道这些数据呢 有多少人还没有来 他可能不一定是以补偿基金会数据为主哦 因为补偿基金会数据是 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去申请补偿金啊 报告委呐 因为当时是属于金氏审判的案子啊 所以我们这边 你也没有办法协助 就我们现在司法院相关的资料 也可能也只能去国防部去找了嘛 因为这是金氏审判当时的那个案子 好好那司法院请回那国防部再回来 所以啦 那你们到底能不能回答我们正确的数字到底除了我们这些已经有去跟补偿基金会申请的这些人之外 还有其他就是潜藏在我目前社会里还有多少人没有申请或者是说他可能是有被判 然后有被没收财产可是没有去取得补偿 各位报告我们预判一种是他嫌我们两百万的不动产的金额太低 是是 他根本就不来 对 第二种就是他人已经赔了六百万 对 财产这两个只能赔一个 所以他赔了六百万以后他再申请财产这一段就被驳回了 就不会发还了 是 所以其实要找到这些人数字还不确定吗 还不确定 因为他这么多年有的卷宗都保管不全了 我们查到卷宗那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法律假设我们修正了这两位委员的文字还是让他通过了 请问最后谁要发是你们国防部要去发还是是补偿基金会 我们现在管的基金会到明年三月八号就要解败了 所以要回到基金会也不可能 那我问你如果说我们把它修成说 照司法院的建议有可能还是回到我们的判决让他法的安定性 可能又用再审或非常上述的机会去改变成有一个无罪判决推翻之前的军事审判之后 才让他去走回复权利的赔偿再去申请发还的话 那如果是这样子 那你们来去担任这个所谓的主管机关 这个预算编列是在你们吗 你们相关的这个职长里面可以这样做吗 要按照陷阱的法律 因为我们总要知道嘛司法院说他们受理裁判是OK啦 判下去之后后续呢 他如果说走现行法制程序 再审非常审判获得无罪判决了 是 我们乐见其成 但是如果要编的话 那会编到你们这边还是编到刑事补偿呢 要是刑事补偿 那编到刑事补偿主则机关又在哪里 来来来 防部吗 像江国庆的案子就是我们给的预算 你们编预算谁给钱 我们给的 你们给嘛 江国庆是我们给的 但是当时是很急 我们跟刑事审判报是动用预备金 所以是你们给嘛 对不对 如果说按照再审非常上述受无罪判决 那我们今天如果这几天把它讨论出来 或是我们在这里厘清 大概什么状况可以发还 那如果还是走这个要件 原来回复权力的最后 好 主则的部分有可能 回到你们国防部会比较适合嘛 对不对 如果是经过再审 非常上述受无罪判决 请求发还的部分嘛 是不是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你法有名文编列预算 还是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蛤什么原因 可以吗 还是说还不确定 我们可以让法律程序来做 这个再审是非常上述 他法律程序 让优美女委员 好好 那我只是觉得这个不清楚啊 这个刀尾啊 今天看起来这个主则机关就不清楚啊 等一下应该好好讨论一下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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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